天雲路滑有駕駛开车行经国山南下流营路段 疑似打水漂失控 整台车从外侧冲进内侧 猛撞护栏之后 又回弹滑到路间才停下 而台南则是有骑士与横向的汽车碰撞 骑士整个人弹飞摔到车顶 另外在云林 也传出了汽机车的惊险碰撞意外 赞使开在中线 顺色自小客车突然从外侧滑过来 从车前横跃冲撞内侧固然 猛烈撞击保险感喷飞 整台撞到转向腾空反弹 在车道翻转一圈半 车辆失控在眼前上演 对方一时止不住还往路间滑动 冒出大量白烟 后车民众怕被波及下得远离 车辆漏有水漂现象 应握紧方向盘 晃松油美 车祸发生在13号下午 国山南下流营路段 当时下着雨驾驶疑似打水漂 失控甩尾自撞 转往台南新市平面道路 也很惊险 骑士直行道路口 遇到横向白车 谁也没得闪 机车车头撞上白车侧边 肉包铁的骑士摊飞 整个人滚到车顶 又滑到挡风玻璃 插撞造成双方车损及受伤送音 云林野船路口碰撞 号制绿灯骑士往前骑 对向有车转过来 骑士的行车记录器画面 撞到天旋地转 车祸后机车留在现场 人手脚擦挫伤 车祸对错警方厘清 接连三起碰撞好吓人 真的得格外留意 记者综合报导 在这些地方的骑士摊飞 第一次骑士摊飞